我們那個無雙樂團 他在建國百年的時候 我們有去美國巡迴 所以我們大概 你說誰建國百年 台灣啊 會也是美國建國百年 台灣 我們會講說 妳是上一輩子去的 台灣 然後我們要去圍繞那些 那個鄉親們 台灣正在那邊生活的人 淘寶 他們鄉親 鄉親嘛 對 鄉親啊 然後我們那時候也去了好幾週 十幾個吧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到紐約 你看我們那時候一群女生 大概十幾個 我們原來走在紐約的街頭 後來被一群黑人 然後男生女生都有 他們就直接說 Hello Bitches 這樣 真的喔 很強耶 這個不是罵人 那個不是罵人 就是小姐的滾肉 是一個很粗魯的 承讚 就是他們在 就是認同你們啦 Bitch是認同的 對 你就是他們的Bitch 這個要看情況 因為在英文上 Bitch這個字是母狗 對啊 對 所以聽起來很難聽 對 我們一般 有水準的人不會這樣講 這個是紐約 馬哈頓對不對 對 馬哈頓的人都是這樣 不分種族 他們都是這樣 講話很出路 好 在你的國家用哪種方式 可以最快的和當地人打成一片呢 這個應該要學起來 對 不想被排擠 就把自己招學下來 學起來 來 我們去韓國 要怎麼能跟韓國人打成一片 你只要跟他喝酒 然後就是 透光光 就可以囉 透光光 對 那佩德如果超適合去韓國 那馬哈頓 想要跟韓國人就是想要 更熟 打成一片的話 你知道的是 就是如果就是有 酒餐 就不能省 一定要去參加 過程我們會就一起玩 就是好 舉杯杯 然後就是喝酒的 就是一些玩的過程 韓國很多喝酒的遊戲 對 有啊 很多 就是那個瓶蓋 對 彈那個瓶蓋 然後呢 因為韓國就是會玩到 就是因為三胖 就是已經是凌晨多了 就是其實是韓國回家的路上 就可能就是 車杯非常的貴 所以變成就是 他們就是去找 韓珍木會就是消息 因為我們韓國人呢 就是從小時候長大 都是會人家的面前 就是 就是在那個大中堂嘛 在韓珍木呢 就是因為要過夜嘛 就是我們過夜 然後就是過的時候呢 就是要 甜甜蜜蜜 甜蜜水 然後就吃個 就是韓珍木的雞蛋 蒸蛋 就是我們就是這樣子 就比較就是 拉近感情這樣 今天我準備了 就是像韓珍木的那個鎮蛋嘛 然後就是 這個是就是韓國的甜蜜水 甜蜜水 其實這個甜蜜水呢 真的是很好喝 你做的發酵的甜蜜水 那大家吃上看 浩子前週也搖一搖 你們有什麼特別的吃法 有 就像這個鎮蛋呢 就是很硬啊 然後直接 我就是朋友了 然後我直接 可以 很像當你的朋友 我們先喝甜蜜水看 好不好 對啊 真的很甜蜜耶 對 好甜喔 然後就是加冰塊 怎麼甜成這樣 對 但是就會就是 它全部就會加一些冰塊 對 不像那種砂糖 甜甜又咪咪 這個是用什麼做的 它其實是有一個就是 麥芽 麥芽湖 就是它是有一個麥芽湯 麥芽 麥芽湖 麥芽湖 我看德國人好笑 看德國人好笑 好笑喔 他代替我其實不敢講 我就踢 他是不是屬於德國人 我發了第一個刷子的 他不是 我發了第一個印就收了 因為我知道不好笑 我覺得很好笑 我要接 這個歌 25年前了吧 真的太好聽了 一定要唱一次 他不是跟著你笑 我們是笑女 對 這個好喝吧這個 這個麥呢 就是我們已經煮好過的 那個白飯 白飯跟就是麥芽湖的一個 就是粉裝 就是全部都麥芽 麥芽湖 對 然後就是讓它發酵 一個傳統飲料這樣 來 照講 那種戶外的餐廳 酒吧 對 酒吧 但是戶外的我們在那邊 有很多戶外的 你在那邊白天或是週末去 就很容易認識人 那尤其是啤酒節的時候 最好 那啤酒是為什麼 大家都一起喝酒 一起玩遊戲 然後穿這種 對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麻煩莉芽湖的傳統服飲 我們北部沒有 真的南部有 你跳一下 對 跳舞吧 對 對 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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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你為什麼換這個 沒有 我完全不會 對 如果你看他們這些專業的人跳 他們會覺得 你不要侮辱我們的文化 對 這個北部的文化又不一樣 完全連那個 這個是男生的版本 他們也有女生的服裝 女生的長得一樣嗎 不一樣 不一樣 但是很可愛 對 然後女生 裡面都沒穿耶 女生前面穿那個 就很像一個陽台 就似乎是有花 然後他們 Octoberfest 他們可以一個女生 可以帶30個啤酒 對 30公斤的啤酒 他們很壯 那我覺得 我們覺得亞洲女生穿 德國女生 尤其是帶啤酒的那些 他們都蠻壯的 所以亞洲女生穿 大家會覺得特別可愛 然後就是一個 外國人突然這麼傳統的服裝 我們會特別注意 然後他就是去然後參加 然後就跟大家玩起來 然後就很開心 那如果他們很會喝啤酒 也會受歡迎對不對 一定會 對 喝不醉的那種 交朋友的好方式 對 德國人很喜歡 這樣台灣其實也喜歡 對啊 對啊 對 各國都喜歡在融入當地文化的人 特別是外國人 對 像在美國 我國中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 菲律賓來的朋友 你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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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有多好嗎 我那時候有一個菲律賓的朋友 他是國中來到美國 然後完全不會講英文 他很認真很努力的 當然是學會英文嘛 學會英文就是可以溝通嘛 之後是 我跟你講 他變成我們家那邊 最像我們家那邊的人 他也是菲律賓人 就是說他真的是百分之百牛仔 男方牛仔 他是穿牛仔褲 牛仔雪 牛仔帽 迷彩外套 然後他那個 那個腰帶的前面 我們叫belt buckle 就是一個超大的一片 然後有一個 有一個人在騎馬在上面 他的T恤還會穿 已經沒有人在 沒有人在放的那個 南方果旗 就是我們南北戰爭的時候 那個時候南方 對 他會穿那種南方的果旗 而且他是我們那邊的人 到拉丁美洲人 誤以為他是 拉丁美洲人 跟他講西班牙話 他用很破爛的英文說 我們現在在英文 我們現在在美國 你講英文 好嗎 對 對 直接罵他們講英文 很快就騙那些人 對 很快 但重點就是 我覺得另外一個方式 比較好上熟的 就是學我們當地的口音 跟講話的方式 當地的口音 當地的口音 是美國的口音 還是南卡的口音 好難喔 南方 南方的口音 南方口音跟北方不一樣嗎 不一樣 怎麼教一下 來 就比如說 Hello How are you doing 這是北方口音 很標準的 跟美國口音 對 好 到了南卡必須怎麼講 Hello 確定 對 你們好 但有點智障 Hello Hello 然後 你們好嗎 How are you doing How are you doing 對 連在一起 Hello How are you doing Hello 好可愛喔 你的口音 還比邵翔好 你來一次 你來一次 邵翔 來 邵翔 來 就不是 邵翔 畢林哥來 Hey How are you doing 等一下 邵翔林哥 你確定賈斯汀不是在整我們嗎 你這樣這樣 確定 真的嗎 還有另外一個問候 就是你要問你 你就是 你吃飽嗎 你家人好嗎 就是類似這種問候 來 先講美國口音 好 正式的標準 How's your mom and your mom OK 你媽媽與她們好嗎 好 現在來到難卡了 How's your mom and them How's your mom and them How's your mom and them 再一次 How's your mom and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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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難學 對啊 那簡稱很多耶 好啦 比較簡單的 Over there Over there 對啊 人家問你那個東西在哪裡 OVER there OVER there 對不對 好 來到難卡 OVER YUNDER 就不一樣啊 完全不一樣耶 用方言喔 南方口音很有文化 它算是 就是剛從歐洲 五月花 對 沒有錯 對 對 不是衛生紙喔 是五月花 對 沒有錯 對 後來變成衛生紙了 對 因為當時在五月號的人 都用那個衛生紙 對 所以就變成五月花衛生紙 對 都在那個船上有的 對 對 我知道 其實義大利也是啊 義大利人非常喜歡外國人 稍微了解我們的文化 那我們的文化就是語言 我們沒有真的要求人家 學我們的語言 因為比較難 太難了 對啊 但是呢 我覺得像我們的 飲食文化 我自己唸大學的時候 有這些交換學生 我很想要跟他們當朋友 但是我自己 我看一些東西 我是看不下去 對 比如說他們去早餐店 我們在早餐店 我們吃什麼 義大利人早餐吃什麼 咖啡 咖啡跟一個 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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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對 對啊 我不知道 ABC 然後他們就是 你們在聊什麼 對啊 你們在聊什麼 我不知道你們在講什麼 他們在早餐店 什麼樣的手是這樣的 他們點一個巨大的 對 而且好像旁邊不講話 但還看得到 我剛剛以為他是在五十七五 一大利文 其實要用你的手 這樣就再可以 他的旁邊這個人 他就是點一個巨大的沙拉 然後他又搭一個 超大的拿鐵 那個早餐店的店員 他可能是他這一輩子第一次 做那麼大的咖啡 對 因為我們都不會點那種東西 所以 那我就是看了 我就看 我就 你沙拉配這個 大的拿鐵在幹嘛 對啊 我就是發現有一些 就是 我們 對 貝寶 貝寶 我以為他發電 貝寶 貝寶 我以為你發電壞男孩 你的貝寶是什麼 小貝寶 我等一下 給你看影片 我們怎麼喝咖啡 好的 最大杯是這樣 OK 最大杯喔 真的是最大杯 真的是最大杯 這個是新加客 義大利人這樣已經喝不下 那我問你喔 這個多少錢 一杯 三十塊 三十那麼便宜 OK 我們那個時候 我們就是會有那個 抹茶 抹茶是什麼 就是 黑咖啡加奶泡 那我們就是 拿那個砂糖 然後放在奶泡上面 然後呢 一直這樣 其實沒關係啦 我們真的沒有很想知道 我今天來就是為了這個 謝謝大家 可以用湯匙這樣子嗎 因為它上面有一層很厚的奶泡 所以要用湯匙吃 有啦 我之前做過咖啡 為什麼是這種 真的有 然後你 就是濃縮 台灣人在幫義大利人解釋 對 真的有喔 真的有啦 有奶泡可以用湯匙這樣挖著喝 謝謝你 對啊 而且你 你花這麼多時間來喝那麼小杯的 那個 這個是 店員已經賣了好幾杯的咖啡 那這個是咖啡 你去法國 你去義大利 如果你說我要一杯咖啡 就是這個 是Espresso的意思 是Espresso 在台灣 會被罵死 我跟你講 在台灣你遇到台灣 阿祖罵罵罵犯對不對 對啊 好啦 那個 但至少來台灣 就是真正被派遣 我覺得我們台灣真的滿Friendly 對 的機率很低 希望大家在台灣都過得快樂的幸福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 給我們意見 想看更多精彩內容 請點選旁邊的影片